在每一局的充球之前 这个上面的灯光会打下来 打在这个桌面上面 然后一充球一开始 再把那个灯光洗掉 那个相当特殊的一个设计 好,GMMP拿出他自己准备的架杆器 对,因为现场大概是用这个Slocal的架杆器 当然这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现场是Slocal的架杆器 那第二个当然了 这个因为GMMP GMMP他来替这个架杆器来做广告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这项产品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说只要碰到有机会 当然他必须要拿出来用 这样子的话对厂商才交代的过去 好,我们看到现在GMMP刚才做了一个安全球 利用四号球来调球 那现在Ronnie O'Sullivan上来出手 对,这个安全球有点运气的成分 因为刚刚这个GMMP他用架杆器打这个一号球 因为打得太厚了 打得太厚,结果母球跟这个一号球碰撞两次 碰撞两次弹出来 结果形成了一个幸运的调球 好,Ronnie O'Sullivan在97年 可以说是他这个职业生涯 这个光辉的开始 这个因为他在这一年这个刚拿下 刚拿下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赛都是在年底举行的 那么他在这个球季开始的时候 刚拿下这个全英这个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97年换句话说也是他这个人生 这个Slocker人生一个最辉煌的一个第一步 嗯,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啊 一方面是欧美对抗 那另一方面是斯诺克对决 华氏撞球 好,解球虽然说解到了 但是放枪死啊 解得好像稍微太轻了啊 而且解得太整颗了啊 如果稍微解薄一点的话啊 这个有机会 有机会一号球跟母球会分散到球台的上下方啊 好,但是这个球做二号也不容易啊 我们看啊,必须要散啊,就散不过没办法啊 虽然说已经打得很用力的 但是还是没办法让母球回来 那现在轮到了Earl Strickland来出手 对,所以说现在看看这个二号球啊 这个看看怎么样子来做安全球啊 好,灌底带 哎呦,意高人胆大 好球,那么接下来红色的三号球中带 对,那粉红色的四号,左上方的底带 五号球在右上角 好,我们看呢 这Stickland啊,打球很快啊 这个好像拔不得赶快 把这场比赛赢下来 嗯 好,会不会做得太直了 有没有角度 好,有角度啊 而且角度不大啊 所以说这个七号球做上方的底带 好,会不会太直啊 这想办法是 偏一点带 让母球啊 好,偏一点带啊 看呢,这个母球滑点滑劲 然后稍微推一点 推到一个好架杆的一个位置 好,走路也走得很快啊 好像一秒钟都不想浪费 结果,Stickland呢 他是拿下了这一局 目前呢,在第一盘呢 双方打成了1比1 这是1997年的 Moscani Bay欧美花式撞球 对抗大赛 我们看到这今年呢 两位四位呢 代表斯多克跟花式撞球呢 分量,重量级的四位选手 在Moscani Bay对决 目前呢 欧洲队还在总比分 还以3比1 领先的美国队 到底呢 这场双打比赛 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要走开 好了,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的是 撞球大师经典赛系列 张文炳跟徐乃仁呢 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是97年的 Moscani Bay 当时呢 举办的地点呢 是在英国伦敦的Yoke Hall 那这场双打比赛 现在 Jim Rampe 上来冲球 好,哇 9号球停了代口 然后已经有球进了 而且1号球 好像有个 有个球挡住了 1号球的近代路线 好,我们再看一下 7号球进了 而且呢 9号球停在代口 好,第一个 1-3组合球 好,没问题 轻轻打进 好,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哇,这个 待会就可以直接来打一个 2-9的组合球了 这个 直接啊 再下第一杆出来 嗯 这场比赛呢 不需要全部打完了 在这一局里面 2-9的组合球 打进 那我们看到呢 美国队也是 很快的拿下了这一局 那么现在呢 双方在第一盘呢 现在打成了2比1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在当时 以后的这个 莫斯科尼杯 近几年都是 每一场比赛都是 强5局 那当时呢 97年的时候呢 当时还是打三盘 两胜 那每一盘呢 是要打四局 那么现在 美国队在第一盘呢 暂时以2比1 领先了欧洲队 这个伦敦呢 Bethel Green呢 的Yoke Hall 这个地方是 莫斯科尼杯呢 经常举办的地点 那这是一年一度的 欧美 华士撞球的对抗大赛 它跟莱德杯不一样 莱德杯是两年举办一次 好 那么 现在 轮到的欧洲队 来冲球 好 我们看到这个 上面的灯光熄掉 然后冲球 诶 有球进了 对 1号就进了左边的中带 好 这个3号也进了 那么现在的目标球是 2号球 可以来包球 看看准度 这个Norley O3 准度应该不成问题 然后母球轻轻的两颗 两颗星 弹上去 我们看稍微有一点点不准 不过还是滑里滑进 好 这盘球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清光 因为每一颗球 哇 拉杆那么强 这不是在做6号 是在做5号 好 好 那 哇 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locker的球杆 好 左赛拉杆 回来 做6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locker球杆 这比花式的球杆要细 所以说 相对的 在这个 打点 在打点方面 就会变得比较犀利一点 这个是 所以说 如果说像有些选手 如果说他 自己本身的功力不够犀利的话 他可以考虑把这个 这个球杆 稍微磨细一点点 这个杆头稍微细一点点 那么这样子的话 当然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犀利的程度 这是 这是给这个 一般的 这个球友做个参考 好 我们看到现场果然准备的是 Slocker的 对 加干器 所以刚才Jim Ramping 是拿出了自己的加干器 那现在Ronnie O'Sullivan 当然他对这个加干器 是非常熟悉 好 这一盘呢 要清光 现在不是问题的 剩下9号球 对 因为这边 每个球都要带口 这非常简单 Ronnie O'Sullivan 哇 今天的 双方在前面的四局 都拿得非常干脆 除了Davis第一局 这第一局 严格讲有点赖皮 这两个球是 靠幸运的 这个误打误撞进 不过Davis还是给他的队友 这位后辈 鼓鼓 鼓励一下 那么现在呢 第一盘双方打成2比2 那现在轮到了 Erl Strickland 上来冲球 第一盘第五局 这个 Norio O'Sullivan 带来的解释 刚刚 这个拉杆 为什么会拉那么强 我指的是 轻轻拉一点而已 结果一跑 跑那么远 我们看到 到目前为止是一场 非常高水准的比赛 而且 娱乐价值也很够 又在看球杆 是不是 球杆歪了 为什么冲球会洗澡 刚才呢 就是这场比赛的第一局 他的冲球呢 母球洗澡 而且我们刚刚注意到 这个 哎呦 差一点点 有没有球进 8号球进了 1号球形成呛死 那我们刚刚注意到 刚刚Norio O'Sullivan 跟Steve Davis 两个人在比 这个球杆的长短 那么很明显的 这个Norio O'Sullivan 的球杆 稍微比较长一点 这个 当然每个人的习惯 这个球杆的长度的习惯 当然不一样 那么尤其是在 这个Slocker 这个差别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花式撞球的球杆 一般来讲 这个长度的差别 不会很大 但是Slocker的球杆 每一位选手 由于身高的不同 这个 而且 而且这个习惯的不同 握杆的不同 所以说Slocker的球杆 这个一般来讲 在这个长度方面 会有一点的差别 依照每个人的习惯 会有一点差别 确实 那经过这个 球评的解说之后 大家对球杆 应该有更深的了解 好 我们看这个 好像坐得太直了 有没有办法走 要不然就推杆 做中带 好 推杆 哎呦 哇 不上不下 要不然就多走一点 要不然就多走一点 做到底带 所以刚刚最大的问题 就是刚刚 我们看这个四号 三号做四号 做得太直了 而且角度也做得不对 这个 照理讲 这个四号应该角度 再大一点的话 这五号球就好做球了 好 这个角度有点尴尬 这个单 因为薄镜绝对是不成问题 但是现在是怕什么呢 怕母球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怕母球会落袋 好 我们看到现在没办法 因为母球在台边 所以比较不好下杆 对 五号球 对 怕母球会落袋 看看有没有办法闪过 好 选择灌球 结果没有进 但是 母球 好 形成了吊球 好 这个球意外的 可以说有点幸运的 用六号球呢 形成了吊球 那现在David上来 当然 这个 刚刚是吹蓝 为什么要选择灌球 因为选择灌球 母球才不会 才不会洗澡 我们俗称洗澡 就是母球落袋 那当然 他刚刚如果说 直接薄球的话 当然 这个母球落袋的机会 就非常非常的大 下左赛 这个一颗心解球 太用力了 很可惜 太用力了 就变成chance 很可惜 我们再看一下 稍微 母球稍微跑出来了 母球停住的话 就掉到球了 刚才从慢镜头 可以清楚看到 David刚才下左赛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Jim Rampe 对 好 保底带 好 打进 哇 打得很用力 好 结果 出乎意料之外 是做到了 左边的底带 这个有点出乎 这个大家的意料之外 好 推开一颗心 弹上去 当然了 这个为什么会打那么大力 这个当然了 打轻 怕打轻打不准 所以说 这个一般来讲 稍微打用力一点 这个准度比较能够维持 好 我们看到这个老将 老将这个做球 都是做得比较近 好 Jim Rampe 用刚才的 对方的安全球 解球之后呢 放了机会给他 结果现在呢 美国队的第一盘呢 现在是来到了胜利边缘 那么现在三比二呢 领先了欧洲队 好 我们看到现在呢 Jim Rampe呢 来冲球 母球呢 跑到了 哎呀 被六号球给碰进去了 今天美国队两次的开球啊 造成洗澡 这是 Stie Davis的开球 对 很可惜啊 运气不好 好 再看一下啊 母球往 哎 被六号球碰进啊 运气不好 这样子一来的话 不妙了啊 那今天双方各有一次犯规 那我们看到 Jim Rampe 美国队现在第一盘呢 拿下了好机会啊 好 推干啊 稍微有点推过头了啊 稍微有点推过头了啊 那么现在 因为我们看到三号球啊 这个 啊 有办法停在那边吗 啊 这个这个 可能要走一颗星回来 才有办法停在那里啊 直接 直接要停在那里 可能有点困难啊 看看是不是需要一颗星 好 三号球 对 刚才 没错啊 这一定要一颗星回来了啊 因为 因为刚刚的角度已经太大了 好 现在三号球 我们看到可以来打中带 对 但是脚 但是这球打 力量还不够啊 还打轻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四号球在下面了啊 然后这个 这个现在三号球中带 母球推干啊 看看有没有办法闪过六号啊 从六号球的上面 碰颗星 然后再下这个右赛啊 这个下来啊 这个 看看有没有赛到 有没有办法母球一颗星 赛到八号 哦 还可以啊 我们刚刚角度看错了啊 这个球 好 可以打个片带 直接推下来 哎呀 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哈哈哈哈 哦哦 太用力了 其实刚刚那个角度啊 我们一起先以为 我们现在重看一次啊 其实这个角度相当好做球啊 结果没有想到就 就推过头了啊 右赛 右赛下得太强了 好 这一次做球失误啊 好 那么现在 加干气又拿出来了 好 利用黑球掉球啊 下点第一杆啊 利用黑球掉球 好球 漂亮啊 嗯 嗯 我们看到现在呢 Ronnie O'Sullivan上来 他看看 四 四六的一个组合球的角度 这个球还可以看得到啊 嗯 哇 抬高钢尾 很难哦 对 需要准度了啊 哎呦 哎呦 这球打进了 好球 哇 而且母球停在左上方的带口 而且还是垂肝呢 哇 再看一次啊 哇哦 哎 勾进的啊 哇 这球有点运气啊 这个我不相信 他真的那么准 这 这球多多少少 有点运气 哦 差点力量又太大 不过还是做到了 五号球 那 这是一个大角度 要打底带 好 不过准度是绝对没问题啊 努力或数力稳 这年轻 又年轻 准度又好啊 好 七号球 好 这个拉杆横台 或者推杆横台 都可以啊 这推杆的话 就直接拉杆啊 那推杆的话 当然就下 下左赛啊 下左赛 没有想到刚才呢 自己的队友 David 冲球洗澡 然后没想到他们还可以拿下这一局 因为刚才Jim Ramsey的做球呢 事实上 Sullivan 那个组合球打进的是有一点意外啊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第一盘 双方打成了3比3 哇 难分难解啊 现在 在97年这一届啊 到这个时候呢 这场双打之前 欧洲队总比分是以3比1领先的美国队 所以 对于美国队来讲 如果输了 这场比赛的话呢 那比分会暂时被拉开 刚才 我说了 这个锁干 然后呢 打进了一个组合球 好 稍微休息一会儿 准备好展示你的篮球技艺吧 2004可口可乐NBA嘉年华 即将来到你的身边 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来体验精彩刺激的 2004可口可乐NBA嘉年华 要爽 由自己 远在一百七零年 天霓士先生邀请资深自由 分享他始创的经典光荣 他们都是别具慰眼的一代监想家 无论是当年 天霓士逆宿 一百七零年原创的XO 神秦 黑場 動靜合一 變黑軍衛 看到這些怎麼拉著牌 小心 金牌之味 當然留給自己 上等牛扭加了馬來西亞黑胡椒像 全新黑胡椒流流漢堡 麥當勞新金牌精選 和你做完金牌目 我最喜歡 三重防藝 令你更放心 獨特自然 令你更開心 完美品真 令你更舒心 五兩夜 你一生的選擇 感官新體驗 VFH 現在買微持火花關 均可優惠五千元 Toyota 好 推桿上去 哇 精彩 嘿嘿 莫莉和蘇宇文 這個 這種九號球球台 對他來講 好像 好像小孩子球台 結果呢 他是輕輕鬆鬆地拿下了這一局 衝球的時候呢 進了三個球 那麼現在第一盤呢 雙方打成了4比4 哇 現場的觀眾都看得很過癮 這真的是 當今呢 歐美啊 水準最高的撞球比賽 也匯集了歐美的撞球精英 兩位斯諾克的前後期的名將啊 這每一局呢 都非常的認真的在討論 好 現在呢 羅尼爾蘇勒文呢 在這情況之下 哦 要再來比球啊 嘿嘿 比 搶尾局啊 搶最後一局 啊 也4比4了啊 就搶最後一局 那麼 換句話說 這個 這是一個 這個歷史 歷史賽啊 這個 一局就決定第一盤的勝負了 所以說兩位選手 先來比個球啊 來決定看看誰衝球 對 那每一年的這個比賽的賽制啊 都 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對 好 今天比的球好像太輕了 看看會不會啊 好 稍微輕了啊 對 哇 蘇勒文呢是 在這個比球呢 領先一籌 好 現在 看看有沒有辦法跟上一局一樣 哈哈 如果跟上一局一樣的話就 哇 漂亮了 對 好 第一盤強尾局 哇 哇 這一次呢 沒有球進啊 哇 這個進的球在上一局都用光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呢 我們看到一號球呢 現在可不可以過啊 這個母球呢 在下方 然後一號球被撞到了球台左上方 好 現在要來開始這個安全球的一個大戰啊 對 好 現在輪到了Strickland啊 好 灌底袋 好 一顆星灌底袋 好 看看一顆星灌底袋 好球 哇 哇 漂亮啊 異高人膽大 好 這個 看看這個三號球啊 這個三號 看看二號球的角度怎麼樣啊 來決定這個三號球是要做同一個袋呢 或者是說做下面的底袋啊 這個兩種做球的方法 當然 如果做同一個袋的話 又曬拉桿啊 又曬拉桿回來 好 又曬拉桿 我們看他並沒有閃過這個三號球啊 而是直接一顆星出來 做一個比較 角度比較大的啊 然後讓母球很自然的橫抬出來 四號球的底袋啊 看樣子 美國隊的第一盤是贏了啊 這沒辦法啊 對 由於有Soloban的衝球沒球進 對 這灌球灌得太漂亮了 確實 哇 他剛才那個一號球 在這個緊張的時刻 能夠那麼冷靜的臉不紅氣不喘打進啊 果然是名將啊 六號球右上方底袋 然後七號球在右下方袋口 好 他現在正來考慮 要不要拉桿下來 還是說停在上面就好了啊 現在正來考慮這個 好 看看他的決定是什麼 好 決定拉桿下來啊 做得好打一點 好 這個球可以來做中袋啊 好 簡單的上來做中袋啊 只要拉成這個角度的話 當然就做中袋 那如果說像他剛剛 如果說停的比較遠一點的話 當然啊啊 就是必須要下右賽 保球啊 走到黑球的左邊來做抵抬 然後Strickland 利用對方呢 衝球沒球進 剛才雖然O.Soloban的比球比贏了 但是可惜他的衝球沒球進 結果呢 其實Strickland這一局拿下來其實很不容易 因為剛剛那一號球灌的真漂亮啊 對 哇 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名服其實一場高水準的對局啊 那我們看到呢 美國隊在第一盤是 4比4之後搶尾局啊 以5比4搶贏了 好 那現在呢 進入到了第二盤 剛美國隊拿下第一盤之後 現場觀眾好像 稍微 稍微靜下來了 因為剛提到過 現在總比分是3比1啊 歐洲隊領先 美國隊當然不想啊 歐洲隊把比分給拉開 在97年這一屆比賽呢 是先贏13分的一方呢 可以獲得勝利 好 第二盤的開始 還是一樣 比球 好 競爭比 比球獲勝 贏得先攻 這球台上方呢 還準備了一個這個燈啊 打下來把這個標誌打在這個球台上面 不過 這個衝完球之後呢 這個燈光呢 自然會消失 好 我們看 比球的雖然是金人匹 可是 上來衝球的卻是 史萊克蘭啊 誒 這球竿到底有什麼毛病 他們習慣動作啊 然後再檢查一下準心 好 史萊克蘭看看這個衝球 母球 哎呀 哎呀 他今天第二次了 哇 衝進了很多球耶 我們看衝進了兩顆球 母球落袋 他今天第二次了 他的第一盤曾經呢 衝球母球洗澡 對 第一盤就是母球進了右邊的 中袋 然後這次 直接進了啊 沒有沒有其他的球把他碰到 那現在歐洲隊呢 Ronnie O'Sullivan上來他的自由球 好 相當簡單的球型啊 這個這個樣拿起來是沒有問題 哎呀 太輕了啊 太輕的話做六號就麻煩了啊 這個球 好 看看有沒有辦法拉幹啊 拉幹 走這個 左上腳啊 左上腳兩顆心回來 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到左下腳底帶啊 好 直接打底帶啊 準度夠 呵呵呵 沒話講 好 還是一樣 左下腳底帶 打進 那個七號球做底帶 對 哇 哇 他現在已經多次展現了他的 準度 對 他準度 當然了 諾利歐斯文是絕對沒話講啊 而且 而且他的這個左右 左右手的準度都差不多啊 相當厲害的一位選手 這個九號球的球台對他來說呢好像 小孩子玩的 對 這個帶口非常的大 那我們看到在第二盤呢 藉由對方一開始衝球母球洗澡 Ronnie O'Sullivan為歐洲隊呢拿下第二盤第一局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再回來欣賞97年的Moscani杯 最上1997年在倫敦的Yoke Hall所舉行的Moscani杯歐美花式撞球大賽 這場雙打比賽現在輪到美國隊的老將啊 Jim Rampey來衝球 好 我們Jim Rampey來衝球 好 我們Jim Rampey來衝球 好 不錯 但是母球 喔呦 危險 哇 進了不少球耶 好 進了三顆球啊 好 那麼現在看看母球貼的檯邊啊 母球貼的檯邊看看這個二號球的底帶啊 看看準不準 哇 進了六號 七號球也進了 對 不過我們看到八號球在帶口旁邊啊 這個可以做個保險套啊 增加了二號球進帶的機率 來看看 結果 欸 八號球進 哈哈哈哈 啊 這有意思 哇 這八號球要進還相當的不簡單耶 換句話說這個二號球 打得非常的不準才會進八號球 哈哈哈哈 啊 但是這個二號球 哇 好像 是不是有掉球呢 對 好像形成一直線啊 角度很薄 啊 是不是要解一顆心回來 還是說可以薄得到 好 捷克 哎呦 哦 灌底了 哈哈哈哈 哇 哈哈 哈哈 哇 這個 這個手氣啊 跑到美國隊這邊來了 哈哈哈哈 本來 本來這個第一局的手氣是在這個 這個 Steve David的身上 那麼現在手氣跑到金韌米的身上來了 哇 好 看看三號球 啊 這三號球 還是一個藍題 啊 沒有帶可以進 灌底帶 或者是說 借九號球進帶 好 灌中帶 好 然後九號球呢也打到了 哎呦 哦呦 哇 灌中帶 自己都笑了 對 因為剛才如果母球呢沒有碰到九號球的話呢 就比較危險了 對 但最主要現在 現在四號球不曉得怎麼辦 繼續保球 哇 有沒有這個準度 哈哈哈哈 哇 他在這一局裡面啊 展現了非常高超的球衣 可以這麼講 好 看看 看看翠蘭給他什麼建議 哈哈哈哈 灌底帶 好 我們看看底帶是什麼東西 九號球 好 要不要來一個 灌底帶 把九號球灌進 對 灌球加組合球 好 沒錯 啊 灌底帶 但是差很多 哈哈哈哈 反正用力打機會多 好 留下 好 留下 啊 這個球 好 打底帶 啊 哈哈 技能比 今天這幾個球都是用力打機會多的球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Davis 好 底帶保球 母球橫台 啊 好球 啊 好 這個球 要稍微拉幹了啊 稍微拉一點 當然 拉得越多 九號球的越好打 好 拉幹回來 啊 拉得越多就越好打 好 拉幹回來 好 剛才呢 好 剛才呢 借由 Jim Rampe呢 想要灌四號球沒灌進了 那這一局呢 讓 Davis呢 是搶下了 那麼現在呢 是 2比1 在第二盤呢 歐洲隊暫時取得領先 不過呢 美國隊先拿下第一盤 好 好 Steel Davis的衝球 啊 這個看看衝的力道怎麼樣 哈哈 到目前為止啊 雙方展現了相當高超的球翼 而且出現了不少啊 很具有這個觀賞價值的娛樂球 好 好 Davis 2號球進了右下方底帶 對 哇 我們看到母球 走得很遠 7號球也進了 而且1號球放了chance 哇 很棒的一個衝球啊 這是衝得不錯啊 2號球進了 所以說現在1號的下一個目標球是3號球啊 看看怎麼樣子來做3號球 好 3號球的位置 好 推桿啊 這個 中竿走2顆星也可以啊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保險的方式啊 走中竿走2顆星 下右賽 哇 直球啊 我們看到這是直球啊 我們剛剛以為有角度 一個直球 所以說直接拉桿回來 好 那麼現在 也是一樣啊 在現在有個角度了啊 再碰一顆星彈出來 中竿啊 我們看到下中低竿 欸 好像打成拉桿的樣子 好 打拉桿啊 我們看到母球從這個8號球的右邊出來啊 好 橫台輕輕的彈出來 好 好 那麼6號球可以考慮來做上方的底帶啊 看看Stee Davis 要不要把母球拉回去 好 做上方底帶 那麼這樣子的話 太直了啊 太直的話就推桿做8號球的中帶 好 好 推桿上去啊 一顆星彈上來 8號球的中帶 好 拉桿啊 太直了啊 所以說拉桿 來縮小9號球的角度 好 遠距離的9號球打進 哇 結果呢 歐洲隊是搶下了第二盤 哇 結果我們看到這場比賽呢 又來到了決勝盤了 雙方在盤數1比1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看到第三盤呢 美國隊是搶下第一局之後呢 現在呢 輪到David在決勝盤的第二局來衝球 好 衝球 哎呀 哎呀 沒有球進的話 就什麼都免談了 哈哈 有點失望 嘟著嘴 然後走回去 那現在1號球呢 留下一個底帶保球的機會 好 好 GNP上場 這個1號球可以來保球 母球 回到球台的中央啊 這中竿啊 中低竿 輕輕的保近 好 看到下中竿啊 輕輕的保近 誒 哇 要走大步啊 哈哈哈哈 要走大步啊 但力道 力道稍微輕了啊 但他想要走捷徑 結果力道稍微輕了 好 不過現在還是一個機會啊 對 還是得拼不可啊 雖然說力道輕了 但是還是得拼不可 29組合球 好 再回去拿架幹器出來 對 因為剛才感覺太遠了 現在明顯看到藍色2號球 9號球在帶口 那現在要打一個29的組合球 好這個球可能要打拉桿啊 這個球如果說打推桿的話啊 這個母球 好像好像有落袋的路線啊 所以說可能需要打拉桿 小心啊 他的19不要碰到7號球啊 好像要用母球去撞9號球啊 用母球 好沒錯啊 哇 用母球去撞啊 結果呢 我們看到 Gbampy 哇還是飽到位了 我們看到 用1號球去打2號球之後呢 直接借2號球去撞9號球 對 我們看到這個 雖然啊 好像在說 嗯不錯 你的母球還是那麼好 那麼現在呢 決勝盤 美國隊已經搶到了2比0的領先 而且現在呢 又輪到了美國隊來衝球 只要 這一局呢 拿下呢 美國隊就可以取得這一場呢 雙打的勝利同時獲得寶貴的一分 好我們看到 金德文普跟 Johnny Archer啊 得到了美國隊的成員 那當然啊 中間這一位 不曉得是哪一位的女朋友啊 我們搞不清楚 好 好 Jim Rampy 哦 母球差點落袋 好 4號球進了中袋 然後我們看到 3號也進了啊 所以說現在 1號球 好可以來把右上腳底帶啊 然後看看母球 中低竿啊 閃過這個8號球 然後 兩顆星出來 啊來做2號球啊 這個可能要稍微下點低竿啊 這個閃過8號球 兩顆星出來 哎呦 結果是碰到了8號 好 碰到8號球是碰右邊半顆啊 然後下了這個 不曉得他剛剛有沒有下右賽啊 如果下右賽的話 可能啊 可能這個母球會離開台邊一點點啊 他可能只是 只是 只是推桿而已啊 並沒有 並沒有下賽 好 那麼現在這個球當然要靠準度了啊 這個球相當難打了 好 果然沒錯 這個準度 老將的準度總是 總是比較差一點啊 當然我們知道 金人匹在年輕的時候啊 這個準度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但是畢竟 因為年紀大了啊 這個準度多多少少 會有 會有影響 嗯 沒打準就 而且2號球還撞到了5號球啊 不過 不過這番球 雖然說2號球沒打進 不過現在的球型變得很複雜了啊 我們看到 下個目標球是5號球啊 貼著台邊啊 並不好做球 好 這個雖然說是打進了 可是現在5號球不曉得怎麼辦啊 我們看到 看到這個 努力人數人 他剛剛有這個 想要進9號球的這個意思啊 所以說並沒有用特殊的方法來做這個5號球 好 看看這個安全球做的怎麼樣了啊 這個安全球 哇 有點不大好處喔 力道的控制很重要啊 這個 如果說想要掉球的話 這個完全在於這個力道控制 好 乾脆就用力打 哎呦 但是 哎 哎 他其實是犯規啦 他用球桿把母球頂回來 但是 哎呀 很可惜啊 那麼準啊 但是母球西長 哎呀 很可惜 剛才稍微作弊一下 不過逃不過裁判的眼睛 那麼現在呢 啊 這場比賽應該 可以說啊 很可惜 對 對歐洲隊來講很可惜 那 也對美國隊來講這場比賽應該差不多準備要結束了啊 好 拉桿橫抬 哎呦 做中袋 好 推桿下來 今天的呢 阿爾斯瑞格蘭呢 打起來是 雖然他曾經呢 衝球母球洗澡 但是呢 他發揮起來非常的穩定 結果呢 我們看到 在這場比賽 美國隊最終呢 還是在第三盤呢 是 驚險的 以3比1 搶贏了歐洲隊 而且在總比分上面 現在追成了2比3 好 以上就是我莫英所帶來的這場精彩的1997年 莫斯康尼杯呢 雙打的比賽 那 看到最後一局呢 美國隊是以3比0呢 打敗了歐洲隊 而進而 拿下這場雙打的比賽